由聯邦、州和地方執法機構組成的特別工作小組 進行代號為、死亡之首的聯合行動 打擊了一個在南加州將毒品從美國運往加拿大的國際販毒團伙 洛杉磯警察局表示此次行動中在洛杉磯發佈了30個搜查令 導致19名嫌疑人被起訴 洛杉磯的毒販和貨運公司合作將毒品運往加拿大 而加拿大毒品的價格遠高於美國 這些共謀者可以賺到數千萬元 在19名被起訴的嫌疑人中 有12人已經被逮捕 其餘7人仍然在途中 洛杉磯警局公佈了7名逃犯中5人的照片 包括Andre Larry Sandoval Corel Garcia Eguardo Carverhall Esteban Sinhu Mercado 以及John Soto 此外 當局查獲了價值1,600萬至2,800萬的毒品 以及90萬的現金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